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選車時的一個考量 那我們可以看到以往 多人座的家庭MPV 在近期漸漸的展露頭角 尤其是今年的上半年 你會發現 這個多人座的MPV的車款 可以說是市場上面的主舞台 並且你也可以看到 多人座的這種七人座MPV 連環發 我們就先帶大家來看看 光是在三月跟四月這兩個月 就有好幾款的MPV 跟大家見面了 像是福特的旅玩家 Honda的Odyssey 以及KIA的Colorball 還有Toyota的Sienna 我們先來看看福特的旅玩家 在剛才 冠儀所點名的四款的MPV當中 它算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設定 並且它在這個入手的價格上面 也比較親民一點點對不對 愛達 是的 就像冠儀所說 2021年真的在台灣 可以說是七人座MPV 大爆炸的一個時代 就像冠儀說的 你看看我們現在看得到 就有福特的Tourneo Connect 然後Honda的Odyssey KIA的Colorball馬上也要來了 以及這個Toyota的Sienna 在去年其實就已經展開了 預接單 預售的一個訊息 那當然其實在這種七人座的 大型MPV裡面 其實還是有一些些不一樣 例如說有一些MPV 其實比較偏向於 商務型的使用 或是商用型 注意商務跟商用 其實不太一樣 商務有的時候 比較取向於載人 商務有的時候 比較傾向於載貨 所以我覺得在車子的設計上面 就有些許的不同 例如說底盤的設計 例如說像剛剛冠儀提到說 目前這樣子七人座MPV 在台灣價格最親民的 可能是福特的這個 旅玩家 那它的價格只要一百萬的 多一點點你就可以買得到 即便是它頂規型的 也定價在一百一十九點八萬 你就可以入手 那當然它特別去強調 它是使用柴油的動力 它是省油性的 性能特別好 它有這個 睡省的優勢 所謂的這種 主備用安全的一些 半自動駕駛一些輔助 甚至它特別去強調它的懸吊 後面是扭力量 跟它的可能類似的同級對手 採用葉片式彈簧 是比較傾向於載貨運功能的 這個使用上比較不同 相對而言 使用這個扭力量的這個懸吊 在這個承載人員的狀況之下 會更加的舒適一些些 不過這個每一個MPV 它使用的一個狀況 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像以這個福特的 托尼爾卡內來說 它特別強調 它的這個七人座的設計 它是可以二三排 作為不用拆卸 就可以在車內直接打平 而且是完全平整的一個狀況 就即便你要載人 你要載貨 都可以滿足你的這個需求 即使是七人座的MPV 其實在產品的特色以及定位上面 還是稍有一些不同 除了剛才的福特旅玩家之外 像近期其實接單狀況也非常好的 Honda的Odyssey 那它在市場上的定位又是如何呢 俊傑 其實我們講到七人座 Honda Odyssey一定是很多人 率先想到的一個車型 它這個在台灣 幾乎是最熱銷的七人座車款 但是就像冠儀講的 其實同樣是七人座 有大有中有小 對 就像同樣是SUV 也有大有中有小一樣 Odyssey來講的話 如果說玫瑰版本 那當然就跟Sienna 這些全尺寸的大型的MPV 是相同等級 但是我們台灣引進的版本 是日本的版本 所以這其實只能算是中型 或者是中大型的MPV而已 所以它的車長 算是比較接近福特的旅玩家 對不對 對 雖然說他們的定位跟等級 也不在同一個位置 對 以車長來說 是 但是車長來講的話 四米八左右 對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我們一般很多的小家庭來講 四米八的車子 要機械停車位 或者它的車高相對比較親民一點 停車場也比較好進去 然後路邊停車也比較方便 但缺點這很明顯 因為車子小 空間自然就會比較 舉數一點 這是沒有辦法試 當然Odyssey 它的空間規劃還是非常的好 以它的尺寸來講 可以提供一般的中小家庭 非常好的舒適度 再加上一般我們都覺得 很好用的2.4升的自然競技引擎 還有現在全新小改款之後 它全車系加入了Honda Sensing 雖然說入門門檻高了一些些 現在已經到162.8萬起了 但是至少它全車系 都有更安全的配備 那這個對我們家庭使用者來說 安全配備越滿 一定是越放心 而且長途旅行越輕鬆 這就是Odyssey現在的定位 跟它的市場的一個 想要放的一個位置 好 除了剛才看到這個Honda的Odyssey 其實是很多的這個家庭 首選的一些車款之外 接下來這兩款車 我覺得真的很有得拚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KIA的Carnaval 它算是韓系的品牌 可是這一次真的是 它的配備產品的實力上面 可是大有來頭 是啊 這KIA是韓國 韓國系統的這個休旅車的 一個大的品牌 然後它這次 它是給新發表一款 這個新的Carnaval 這Carnaval先前國內也有引進過 它也是走一個五米大小的 一個大型的一個休旅車 承載用的 然後這樣子的這個休旅車 它先前引進的這車款 我們看到就尺碼很大 然後空間也是相當寬敞 然後它的動力是用的是 2.2升的柴油引擎 但是這已經都是過去式了 因為國外已經最新發表了 新款的這個Carnaval 第四代車型 而且這款車型 國內也即將要導入 然後這款新的Carnaval 這個車型 你看它這車子 線條都是直來直往的 包括它車頭啊 車側啊 車後都是直來直往 它強調是Grand Volume 一個設計理念 然後做進去 當然就是空間還是一樣的大 但是整個內裝的設計 就是一個全新風格 它的這個儀表空台 就12.3吋的駕駛螢幕 這個像12.3吋的 這個中空台螢幕 整個看起來就是有科技感 當然它也把很多時下的新科技 都給發上車上去 然後因此它強調的就是一個 我也是走一個是高質感 然後在這個價位上 我盡量展現出 韓系的親民化的一個設定 這款車子也不久 也就會開進國內來了 可是我覺得從去年 一直到現在 去年底到現在 熱度 討論度一直不減的 就是Toyota的Cienna 因為十年磨一件 它十年之後的全新大改款 來到第四代之後 我覺得真的是 徹頭徹尾的改變 我們當然要好好幫大家 來比較一下 對於家庭買家 買這種7人座的MPV 不論是在車格啦 或者是車室的空間 還有配備啦 甚至於其他 這動力的表現上面呢 鄭婕傑 你是不是可以幫大家 比較一下這兩款車呢 剛剛大爺哥有跟我們講到 Colorvo 因為是全新大改款 剛好對上的 現在Sienna 也是全新大改款 這非常的有趣 Sienna 我們先從這邊來看好了 它是TNGA的平台了 它是全新世代 真的是全新世代的車子 所以不只是外觀這種 我覺得是見仁見智的 因為有人覺得Colorvo 那種歐風美系的那種感覺 比較強烈 比較喜歡 比較霸氣 又有點喜歡Sienna 這種日式的精緻的感覺 但如果從硬體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車身尺碼 這台車幾乎是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你看車長一個是5175公里 一個是5155公里 其實差兩公分 這個基本上 你是感覺不出來的 高度也不差一公分 軸距也是一樣 3060跟3090 這也是你的身體 相信我 絕對不會有那麼敏感的 我怎麼試都試不出來的就對了 不過動力形式就很有趣 這兩台車在車台上來講 它走的都是屬於比較自家風格的 像KIA來講的話 它是走2.2升的四缸的渦輪柴油 這個我們都知道 現代KIA集團 他們是喜歡像這種大車 就使用才有引擎 但是Toyota 他們最厲害的Hybrid的科技 所以它現在改踩新世代的2.5升的 四缸的Hybrid 這樣來了以後 中效馬力247 拖這種車子 我覺得馬力跟扭力非常的重要 247絕對是夠用的 再加上它還有電動馬達輔助 所以它在拖動這個 這麼重的車身的時候 它要起步什麼 一定就不會有那種重拖的感覺 在這部分呢 Color它則是用柴油引擎 所以它有45公斤米的扭力 這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夠用 但是懸吊結構呢 這邊要講一下 在Sienna來講的話 它前麥花城 後多連桿 而且它是後雙A倍的設計 那至於KIA Color 一樣是前麥花城後多連桿 像這樣車子重視的是舒適度 所以後多連桿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設計的部分 然後主動安全部分 在這個世代來講的話 像Toyota Safety Sense 2.0 這個是一定標配的 KIA這邊也不遑多讓 也一樣有同級的一個安全 或者是自駕的表現 至於車款的部分 在Sienna這個部分來講 目前預售來講有兩個車型 238萬是入門的車型 然後290萬 則是高規薄金版的車型 至於KIA Color 這邊的資訊稍微小一點 這是我們的預估價而已 會在150到215之間 但這兩台車 我們講的尺碼車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動力上是不一樣的 然後在定價上也是不一樣的 這就必須要講 在Sienna這邊的優勢來講 它的品牌優勢 它的二手架的優勢 這個部分 還有保修後勤的保修優勢來講的話 這部分是Toyota的強項 所以在Sienna一定一樣是需要 可以放心的 但在Colorvo這邊呢 它的優勢是在於 它的入手門檻是低的 相對於你要花比較少的錢 買到這麼大的車 可能只有Colorvo做得到 但是問題就來了 因為韓系品牌 大家對於它的品牌 可能稍微比較會遲疑一點 或者它的保修據點 也會比較少一點 這就是本來車子本來就這樣子 有好就會有壞 有壞就會有好 這是可以幫大家參考一下的部分 而且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年來 我聽到很多人說 因為這一年讓很多人的家庭 感情越來越好 大家出遊 一起出遊的時間 變得越來越多 所以像這類型的MPV的車款 多人做的就相當受到歡迎 可是有一些人 其實會搞不清楚說 現在好像大部分聽到這種 七人做MPV 就會想到Honda的Odyssey 會想到Toyota的Sienna 那難道Honda的Odyssey 不夠好嗎 為什麼我要多加十幾萬 然後去買Toyota的Sienna呢 來艾大幫大家來稍微解答一下 這還需要解答嗎 剛剛這個鄭傑已經講了Odyssey 就是車身尺碼稍微比較小一點 是你吧 所以其實你如果看到Toyota的Sienna 你就會發覺它 它整個車身的寬度 車身的長度 車室內的空間 那也就是說在裡面 整個壓迫感 跟這個是Odyssey 沒有辦法跟Toyota的Sienna來比 但是我要強調 我們講的Honda的Odyssey 沒有辦法跟Sienna來比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如果銷售的HondaOdyssey 是屬於日規的一個車型 相對於它的車身尺碼小了一些些 如果在美國市場來說 其實還有美規的Odyssey 那美規的Odyssey才是真正的 才會是Toyota的Sienna 一個對手 但是美規的Odyssey 台灣買不到 其實也不能說是買不到 因為台灣本田 並沒有導入這樣子的車型 你必須要透過水貨商 貿易商來購買 那通常這一類車型 你所買到的 還不是全新的車型 是在美國的一些二手車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會是有一些些的差異 那當然這個Toyota Sienna 早期在台灣是貿易商 來導入這種二手車 不過後來就從核泰汽車 開始正式的導入全新的車子 也看到我們現在新一代 大改款的Toyota Sienna 更特別一點是 它其實是特殊的一個規格 算是歐規的車型 就不像以前那種所謂的 少量進口的車型 那現在歐規的車型 專分為台灣的市場 給台灣的消費者 那才是比較具有保障的 一個這個車型 同時第一個保固 第二個後續的維修保養 再來將來你要換車的時候 它的這個二手的保值性 可以跟其他的Toyota車型 一樣維持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優異的品質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真的 這次Toyota Sienna 因為總代理相當用這個 非常神速的速度 引進到台灣 那消費者可能會想說 好 那如果說我想要買 Toyota Sienna的話 請問一下 我買總代理的優勢 到底是什麼呢 龐德老師 是 當然總代理 大家忙想到就是說 我車子如果以後有些問題 不管是維修保養的能量 或是說原廠技術資源的直接性 當然是總代理最好 對不對 那你陳如剛艾達提到就是說 總代理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因為它第一個 它跟原廠是有合約的 有保障 第二個它有量體 它可以跟原廠尋求一些資源 比如說剛才艾達有點到說 實驗檯大家想之前不是美規的嗎 那這一次呢 核泰式引進呢 專門為台灣市場 所符合這個所謂認證規範的這種歐規 因為台灣主要走歐規嘛 對 符合台灣這個歐規認證規範的 這種歐規車輛 而且我也有另外有一點就是 大家之前看可能水貨商 也有什麼美國原裝進口的 什麼新車 但是大家總是覺得有點擔心說呢 這些台灣的水貨商透過美國的 地勒買到的這些號稱新車 會不會不是真的是全新的 它會這個疑惑 那你跟總代理買的話就不會有這個擔心 它是總代理 它直接呢 像原廠告訴我們 這個就印第安娜廠 直送台灣絕對不可能有二手車 然後混沖新車販售這種情況出現 不然這些呢 都跟總代理買車 才會有的優勢 嗯 好 我們看到了 如果說你要買這種類似七人座 屬於比較中大型的MPV的話 市場上面的選擇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那Toyota的Sienna 經過了十年的磨練 十年磨一鍵 到底呢 它十年之後全新大改款的第四代 在外觀上面 我們請戴維哥帶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一次啊 其實比起上一代第三代來說的話 戴維哥 我很讚賞的是它外觀的設計 已經脫就是脫胎換骨的感覺 很多人覺得第三代好用 可是它的外觀有稍微 比較保守一點 應該這樣說 就是一個傳統的一個休旅車 是個美式的一個傳統休旅車 但是在這一代全新的Sienna上面 剛剛冠儀 或者我們出來外景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 這一代的新的Sienna 真的變得很漂亮 對 就感覺車身有變輕盈了一些 以前會看起來是比較笨重一點 因為這車廠原廠在這個設計元素上面 它鑄有很多現代前衛時髦的元素 我們就從車頭來看起 這次的車頭它整個是 雖然說它承襲的是有個下方一個大型的 T字型的氣壩 一樣有 但是它整個一個車頭的變化 它變得更為銳利 對 它的頭燈變得更為細長 然後配合它兩道的一個粗的 出錯的一個鍍鋼釋條 帶到車頭的兩側 車側的部分 對 變得很銳利 那配合它全新的一個設計 一個新引擎蓋的設計 配合 還有它一個低鞋的A座 它只能看起來很像一個什麼 我覺得 因為其實原廠它有特別想到 這次是用Bullet Train Bullet Train 就新幹線的子彈列車 對 日本的子彈列車 從幾個角度看 你覺得還真的有點像 剛剛朋友從側面看 你不要說從前面的車頭看 哪有像子彈列車 但是從車側看 真的很像 它那個流線感 然後還有那個低鞋的感覺 有沒有 引擎蓋那個突起來 然後前面低鞋的感覺 加上那個前面的擋風玻璃 傾斜的角度 非常像 而且請注意 它原本的這兩側的 原來前一代是兩個圓形的這個木燈 它改成了一個狹長式的 一個鍍鉻的一個飾條 這樣配合起來 你感覺起來 這車都更為開闊 對 而這次的尺碼 車身尺碼 也全部做了一個修正 它修正車寬變得更寬 車長也到達了3175 然後它的這個軸距也拉長 但是整個車子看起來 不會覺得說 看起來很龐大 是大而無當的感覺 可是它車高卻變矮了 對 它這樣子的一個長高底 配合起來 我們剛剛講 它的A柱變得更斜 可是它的低柱也變得更斜 這個在一般我們剛剛看的 修理車常常車尾就一道直直下來 看起來就好平板的感覺 它是斜的 斜斜的 而且它拉得很漂亮的角度 這個讓它在車側開過去 或者在遠方 就可以看出來 這是全新的Sienna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車長加 加長了將近快要九公分 我覺得是有感的 是 非常有感 軸距也增加了三公分 不要看這三公分 其實可以體現在車內的這個測試空間 坐進去就知道了 對 可是光是外觀 就已經有很多講不完的 包括我們今天在現場 我們現在看了這款 這叫做絕品灰 然後它配的是17吋胎圈 它是旗艦款 對 旗艦款 那我們再順便提一下 這一次其實全新的Sienna 它也用上了比較輕量化的 鋁合金的材質 你看像前面的這個引擎蓋 這個引擎蓋 對 還有 都用的是鋁合金 沒錯 通常只有跑車 一些性能車款 可是它這次也強調了 我這車子雖然大 但是輕盈 然後可是它安全什麼 都沒有落死掉 對 對 對 所以車身線條上面看起來 也讓大家會更為喜歡 尤其是後面這個機梨感 我喜歡這裡 還有這一道 這一道又是這個 我覺得是車場的神來之筆 為什麼一般來說 休旅車就是平平的 平板的就過去了 但是在這一次的Sienna上面 它居然用到什麼 我們看上次的Lexus L IS不是改款之後 它不是也是一道上來 有 對不對 我猜車場把這概念 這是一個 居然用在這部分 對 所以看起來 你覺得這個車子 看起來也是凹凸有致 對 以往大家會覺得 MPV就是大 然後看起來就是覺得 要中規中矩 對 卻沒想到真的 就像大尉跟妳講的 神來一筆 它在後面 包括這個C座的地方 它就給它一個折線 是 很漂亮 那我們再來看看 它車尾 它車頭漂亮 車車漂亮 它車尾同樣也很不馬虎 這個尾燈 這個尾燈是說發生什麼事情 BOSS 也太先進了吧 你看它從上 好像跑車的尾燈 對 它跑車 這個尾燈你看 這不又是Lexus Lexus的跑車 我記得有 就是Lexus跑車 把它換過來 對 對不對 放到這裡我覺得是 剛好是恰如其分 完全沒有讓這部Sienna 覺得看起來很奇怪 反而覺得 就是新的車子 就要這樣子的風格 沒錯 而且你看 它上面鯊魚旗的這個天線 然後它的後老流儀 搭配它的斜斜的低柱 整個搭配起來 還有這邊的小壓尾 這裡看起來就覺得 這個車子 玲瓏有志 對 車尾也覺得 設計也相當有巧思 我覺得這一次Sienna的改款 真的很成功 因為以往我不太喜歡看 MPV的車尾 會覺得它的屁股 稍微笨重一些 但是現在你看真的是我們所謂的玲瓏 是 再加上你看它的Sienna 那個字樣 它是黑色的耶 哇 這叫耍褲 而且不只在這裡耍褲 你要看它下緣 它車尾下緣 在我們旗艦板對不對 旗艦板它是用的是灰的 就是霧面的黑色的 霧面防刮材質 這是什麼 SUV的概念 對 它也把SUV概念 也放到這款休旅車上面 懂了 你喜歡運動化 你可以選擇旗艦板 對 然後你只要在 薄金板上面 比較喜歡高質感 對 有點豪華度的 對 你可以選擇薄金板 對 因為它薄金板 你看它車尾它變成亮面的 黑色有飾調 然後車頭也相對的搭配起 有多個飾調的 亮黑的有多個飾調的設計 對 好 謝謝大維哥 帶我們看到全新大改款的 Toyota Sienna的外觀 接下來我們請保隆老師 帶我們看一下 車內的鋪層有哪些不一樣呢 保隆老師 好 帶我們來看一下 全新改款的這個內裝的部分 是 萬一我們就一走進來 這個氣氛 那個氣勢 質感好高 真的就不一樣 我把門先看一下 對啊 你看它其實這個是有兩種顏色 但每一個顏色裡面 其實都有深淺 你看像這一台車 應該算是灰色系的 對 但是你看它有淺灰跟深灰的兩種搭配 然後你看這些塑膠 還有軟皮質 軟皮質的一個搭配 軟質的塑料做搭配的 軟質的塑料 然後包括方向盤也好 包括排檔桿 有皮質的包袱 這質感就出來 而且我特別喜歡的 我去上這個車 你本來講像行車 印象中就是這樣子排檔的 我記得上一代是這樣子 大部分上一代 你感覺好像就應該是這樣子排檔的吧 或者美式 甚至有搖桿的 有沒有 但是呢 它這個 第一個它跟一般轎車一樣 是平的 跟你開轎車方式是一樣的 但怎麼可以做成平的呢 因為你看這一塊 懸浮式的平整式的 這一個呢 所謂的安座 我覺得這個呢 真的是這個實驗塔 讓我覺得哇 最亮眼最驚訝的地方 你有沒有覺得 對而且它中央安座 做的還蠻有質感的 包括像這種 有點像是木紋的 對這立體木紋 它是立體的 連這個地方置物的空間 對 它也是 是喔 你講的 這裡超棒的 對不對 放些小東西啊 什麼它其實它是一個 好像小盤子 一個小盤子放東西 附架啊 什麼化妝包啦 我的麵包 什麼都可以丟在這裡 很棒 好像小餐盤一樣 你看像包括 龐老師你剛剛講的 它雖然改了一個 這個ECVD的 這個變速系統在這邊嗎 你看它鋪陳的 都很規規矩矩的 對 台灣安和飲料 你看光這個地方就 一二三四 四個置杯架 而且我要特別強調的 其實我們知道這一代的 Sienna 它是油電了嘛 對 那我們想說 有一些油電車的排檔 好像也不太一樣 然後可能還多一個什麼 B啊什麼的 但是你看喔 它這個Sienna PRND B 撥過來S 就跟你傳統開的 油車的感覺是非常類似的 對 就沒有什麼適應的問題 我覺得這非常的棒 那如果說你真的呢 要存電行駛的話 這裡有一個EV EV mode 你在想喔 這是一個油電車 那開起來整個線性感 當然也跟我們燃油車的 感覺很像 但是呢 它卻是硬生生的 油耗表現非常的好 這裡還有一個呢 駕駛模式的一個改變 喔 這裡都非常的棒 你也可以Sport 很熱血的 對對對 也可以存油電這樣子 對啊對啊 很棒 然後我們剛才前面有提到說呢 它這是上面 For台灣市場的一個歐歸車嘛 但是呢 有一些升級配備呢 真的就只有核泰來做得到 比如說呢 我剛才沒有提到呢 它這個呢 全配這個PVM 就是環景嘛 環景PVM 然後還有裡頭這一個七寸的 這個多彩的多功能螢幕 這個在美國 你知道美規啊 大概是高規或頂規材料的配備 還有我剛才講的啊 前面的這個車燈啊 自動遮蔽喔 不是切換喔 是遮蔽喔 都很高檔的喔 但還有我剛才前面提的 一個後折的後照鏡嘛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才跟 那個官員來討論一下 欸 到底是七個還八個 確認一下 這個USB 好像車上的充電嗎 對對對 因為一個家庭用車啊 車上的充電一定要多 你看第二排第三排都各有兩個 第二排第三排嘛 都各有兩個 對對對 然後呢 你看我們前面這個手套上的地方 它這個地方你看 手套上打開來呢 這兩個還是有這個A-Type 跟C-Type的 兩種的 然後呢 後座的人呢 可以用這個地方安座後方 對 也是A-Type跟C-Type 對 OK 那我們知道大家這個 每個手機可能很多支嘛 甚至後面第三排也有 沒錯 那第七個或第八個在哪裡呢 在前面 在前面 這地方你看 我們剛才有這個小餐牌嘛 對不對 左方這個其實是連接 我們剛才講這個多光能螢幕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一方面連接 一方面充電 可以充電 然後呢 無線充電板 無線充電板 標配 對 這樣我們很開心 電源焦慮症的人呢 這個車真的想得很貼心 對 所以在前座的部分啊 大家也可以發現說 像這個是九吋的螢幕嘛 對不對 現在所有的螢幕的功能 都可以在這個裡面 可以展現 全都有 對 然後你看像這個空調 其實這裡面還是有些文章的 我們說呢 這麼大一台車 你如果說一個人開的時候 其他地方都在吹冷氣 其實沒什麼道理嘛 強調強調這個能源效率嘛 所以它這除了四驅恆溫之外呢 還有所謂的S-Flow OK 可以針對呢 你乘坐的人數呢 去改變一個空調的一個效率 就讓你車子呢 能源效率又更好 更更節能 對啊 所以你看這個車子之前3.5的時候 那個油耗大概是10左右嘛 8到10 對 8 大概差不多8了 現在是17.8到18.8欸 所以等於是double了齁 所以不僅說是變成油電系統之後 還有一些你看 比如說剛才講這個空調部分呢 也做了很多這能源節約的一個部分 還有我們的座椅啊 雖然這個是旗艦 算是入門啦 因為他只有兩個車子應該選擇嘛 可是他有附上加熱座椅 這個加熱 這個有加熱 對有加熱 那如果是你要再通風的話 或透氣的話 可能要再往上走一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已經非常非常舒服了 是 你看這個多項的電動調整椅 兩邊都是嘛 電動調整 可以調到一個非常舒服的一個位置 而且呢 視野非常的好 那買這種多人做的MPV啊 更重要的是在後面家人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舒適呢 空間的變化到底有哪一些呢 艾達帶著我們來看一下囉 是的 冠儀我們新的Toyota Sienna 在側門的開啟方式也非常特別 你看一下 腳踢感應式的尾門 他自動就開啟了 對不對 他那邊有個符號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貼心以及便利的設備 那當然在進入車室內之前 我跟大家先報告一下 這個全新的Sienna有一些相關的數據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例如說他的軸距其實加長了30mm 所以他車室的高度啊 也長高了 高度 也對 長高了61的這個 長高了28mm 所以因為他的軸距加長了30mm 所以他整個車室的長度加長了61mm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我們即將要上車對不對 其實有的時候MPV這個上車的踏板的這個高度 其實是對於很多老人家或是小孩子 很吃力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次新的Toyota Sienna整體的車室底板的高度 要降低了4mm 還有一點冠儀你看你最喜歡的這個B柱這邊的這個把手 其實這一次也加長了 比上一代加長很多 加長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往下延伸 你有沒有發現他下面還有一個比較小的這個把手 其實這一點對我而言就相當的 因為不然你知道我有兩個小孩子 一個中班一個小一 大概一個100公分一個120公分 大概這麼高的個兒吧 他們如果要上這個車子 抓上面的把手基本上是抓不到的 但是你看到下面這個把手 就上100公分的小孩子要上車的時候 非常的容易上車就可以抓到這個把手 那我們來上車吧 所以在這個車上面進出其實相當的便利 對像我女生如果穿高跟鞋 我也是這樣子上來 你也要抓一下把手對不對 這樣安全啦 是沒錯沒錯沒錯 那當然剛剛這個我們介紹的前座的部分 有什麼 七個USB對不對 對加上無線充電板八個 七個USB的插座加上無線充電板等於八個對不對 如果再不夠怎麼辦 其實我們第二排還有一個120伏特的電源插座 而且它最大功率可以提高到 1500吧 也就是說你搬一台微波乳上來插著 都可以微波一下你的這個微波食品 這一點是很特別的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台 TOTA的核泰總代理的Sienna裡面呢 有的非常多的配備是一般美規車型所沒有的 但是 例如說AHS的這個遠光燈自動的這個遮蔽系統 在美規車型上保證你是選不到的 要到很頂規才有 而且愛道我發現為什麼你比較前面 我比較後面 對這個也是第二排座椅 你會發覺我們的座椅兩側其實下面有一個把手 你看到沒有 其實我可以前後滑移 而且在Sienna上面 這個叫做 Super Long Slide 也就是說超級長的一個滑移軌道 它的前後滑移的距離可以高達多少 62.4 62.4公分 62.4喔 不是16.4喔 62.4公分 這也是非常特別 所以你會發覺你的位置是不是比我後面一點 因為我特別調了這個位置給你坐 讓你感受到一下第二排的這個空間的一個張力 有 你看我跟愛道就是交錯開來 所以即便我坐的比較前面 你看我的膝部其實也頂不到前座的以內 那麼如果說我現在要去到後座的狀況之下 你就會發覺你看看 這個中央的通道 其實我很方便就可以直接走到第三排的座椅來乘坐 那我坐到這邊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三排愛大的空間表現 是 冠儀你看到 第三排的空間 來 我坐好 我們在車內可以這樣乾坤大挪移 很厲害 其實很方便對不對 我透過第二排的中央通道 我就可以走到第三排來 而且我前面因為空間還很大 我還可以讓給你很多位置喔 是 沒錯 所以其實我這邊根本也是超級遠的 我的距離超遠的 我可以稍微再往前一點點 真的真的 那你後面都已經騎腳踏車了 是啊 沒錯 所以這個空間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愛陽你看喔 我們第二排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也有一個 空調 空調 對 有第二排的空調 第三排其實也有自己的出風空 有 第二排第三排都有自己的冷氣出風空 剛才這個 龐德也跟我們介紹 它有一個非常棒的冷氣的自動設定功能 對不對 對 還有女生很愛看的東西就是 除了充電孔之外 製杯架 全車真的很誇張 聽說有18個製杯架 有18個 這麼多 看我是看到無所不在的自飛架 所以在一家大小出遊的時候 一個人可以帶一瓶牛奶 再帶一瓶這個搖搖杯 都沒有問題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自飛架 所以在這個第二排的座椅 滑移上面其實是非常的便利 你看 其實我們這樣非常輕鬆的 就可以滑移 前後滑移這個距離 62.4公分的滑移距離 真的是不同凡小 那麼接著下來 我想要請滑移到後面 我們看一下行李箱 這第三排座椅 如果你要載運行李的時候 想要收起來該怎麼辦 要怎麼收 因為剛剛我已經做過 大家已經很清楚看到 它的乘坐是非常非常方便 來 我告訴大家怎麼拆 那我從這邊 是 來 那我們繞到了這個 後面來看 就是剛剛你覺得 很棒的一個這個車尾 那這個尾門當然也是逐梯式的 不過你也一樣可以選擇 用這個按鈕來去開啟 滑移 現在這個電動門打開之後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它即便第三排座椅 在立起來的狀態之下 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行李箱空間 有沒有 好深 因為而且它是 下面有挖一個很深的洞 有沒有 對 那這兩個洞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後座的第三排座椅 可以整個完整的 平整收納到這裡面 原來這個空間 就可以完整收納第三排 那當然前一代的Sienna 其實要收納這個第三排座椅 必須要花比較多的力氣 那這一次在大開款之後 新的Toyota的Sienna 在第三排座椅的收納力道 非常非常輕 比起這個前一代少了三分之的力道 只要八公斤的力量 你就可以收起來這個椅子 這麼輕 八公斤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先示範一次給冠儀看 冠儀你等一下自己體驗一下 你就知道有多輕了 而且有多簡單 這樣就把椅子給收好了 所以你只要拉一下這個把手 對 這個把手 是的 這個把手你往後拉 往後拉 它自己就會下沉了有沒有 我女孩子也可以耶 很輕耶 說實在你一手就可以搞定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原本以為說愛大力氣比較大 沒有想到這樣子 我輕輕一拉就可以了耶 那當然很多觀眾們會說 是啊 你把這個椅子往下拉 當然很輕啊 那怎麼樣把椅子立起來 是不是要換到一起 其實也很簡單 這只是一個巧勁 有 它有一個鋪喔 來來來 那我所以意思 你試試看 往上拉 往前丟 對 然後呢 椅背 就把它拉起來 就可以了 搞定 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很輕鬆 這個是蠻聰明的設計 所以這一次呢 其實它在這個第三排座椅的 收納變化上面 我覺得又加了更加 體貼消費者的一個 這個狀態跟功能 這是我覺得改善了 前一代的這個Sienna 這個第三排座椅 比較笨重一點的這個問題 這一點我覺得 這個非常非常的貼心 因為很多時候 使用這樣的車輛 都是什麼 媽媽 真的 對不對 這次全新大改款的Sienna 配上了全新的引擎 它大概是2.5升的Hybrid引擎 那實際上路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我們跟著大維哥一起去試駕吧 看完了整個裡裡外外啊 Sienna第四代全新大改款之後呢 我們實際上路幫大家感受一下 這顆2.5升的Hybrid引擎 我真的好期待 一定要親自來開開看 就知道 等一下我先把我的手機放在這個 無線充電板 丘上好多好多無所不在的一個充電動 USB什麼都有 對 然後大維哥你可以跟大家 因為剛才經典看了一小段 對 那這次其實大家很期待 這顆2.5升的Hybrid引擎 而且它跟我們熟知的LM 或者是Alpha上面的那顆2.5 其實是不一樣 它是一顆全新的引擎 對 這具引擎它其實這次用在這個Sienna上面 會覺得我開過之後 我是覺得這具引擎 它跟我先前開過的LM或Alpha 也是有它的特色 它光馬力啊 就已經到247匹 247匹馬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熱效率的表現41% 這是目前最高水準 讓它在引擎部分 它就有24.2公斤米的扭力 再加上馬達也有27.5公斤米的扭力 它整個搭配下來 雖然你說照片數據 比起之前上一代的這個Sienna 3.5升引擎299匹馬力 35公斤米扭力 但是開起來 你會覺得完全不舒服上一代 甚至還來得更好 而且這顆2.5升的Hybrid引擎 其實它的優勢就可以到達 你剛剛說熱效率可以到達41% 對 所以它也兼具了性能跟節能的表現 油耗又神化 對 那真的是荷包上面 可以大大的減輕那個負擔嗎 對啊 當然這一次導入了這樣子 全新的引擎啊 我覺得很適合放在這個Sienna上面之外 其實它在底盤的部分 也做了許多的強化 甚至於在這個懸吊的部分 也進行了優化嘛 這一次它的懸吊 我覺得車廠非常有用心 因為它除了前懸吊用的是麥花塵 後面的是鬆A背 但是光看這兩個好像就一般我們習以為見 但是它特別針對Sienna 因為Sienna這次加大了 對 車長加大了5.1米 走距加長 一部這麼大型的休旅車 它在這個動態表現上面 它勢必要非常重視 尤其最近的這個Toyota 它在整個一個底盤上面 它用TNGA 對 然後用這個前後懸吊的一個優化的調校 讓它整個一個操控 它有它的一個那個行路表現 都獲得最好平衡 會覺得說行路的舒適性 也提升會比較多對不對 而且觀音又發現它的隔音很好 競速性很好 我們剛剛其實從那個 河濱公園出來的時候 一般通常都會聽到旁邊那些人 今天河濱公園好熱鬧 很多了 引擎聲什麼都聽得到 可是因為這一次 其實它是採用這個 美國原裝進口的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它所有的靜密性 包括像前面的引擎的部分 還有這個防火牆 還有比較細微 連雨刷的部分 底盤的隔音 車門 輪拱 還有後面的這個車門板部分的 裡面的隔音部分 對 它都做了強化 因此整個車子開起來 你會覺得滿安靜的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大家出遊的時候 孩子們 或者是家人 在後面一定會睡翻了 不只睡翻 而且會坐得非常舒服 為什麼 因為剛剛講到 這次TNGA平台的引進 它整個車體剛性 獲得提升 這是TNGA這個世代共同特色 而在這代Sienna上面 你知道它的剛性體是多少 它的剛性沒有概念 35% 提高35% 還有其實最近 大家會發現說 在一些社會新聞上面 常常會看到 很多人出遊的時候 甚至於之前西濱的 那個連續追撞 對 這種意外事件 大部分就是會發生的 應該就是追撞 所以這一次 我們可以發現第四代的 它在C柱跟D柱的部分 也進行了強化 環狀的仿轍強化結構 讓整個車體剛性加強 而且車體的肩固性 也獲得強化 大維哥 我覺得應該讓我換網開開看 讓我來感受一下 這個2.5的Hybrid還有安全性 它真的很安全 好 換手 好 設定速度沒有啊 冠儀 有 我現在在設定了 很好用對不對 準備上高架的時候 來使用這個就很棒 而且它在中間 這個數位儀表上面 好清楚明瞭的 讓你知道說 你現在設定的狀況是怎樣 對啊 因為這次的Sena 它的儀表 它中央是7吋的MID 看得很清楚耶 對 看得非常清楚 對 加上它配上了TSS 而且是2.0 是 所以全速域給你了ACC 而且是含Stop&Go的 對 就是它可以殺停到零 是 對 我現在啟動 我是用70 好 然後它旁邊連車道的G中 它都有 對 這次有LTA 所以它在一些這種 比較幅度比較 不是那種很Sharp的一些 彎角的那彎道上面 它還可以幫你維持在道路的中央 對 甚至於就是如果說 萬一車道沒有辨識的話 它可以循跡跟著前車 這才厲害的地方 那如果說通常一般 你叫大家出去的時候 是 通常都是爸爸坐在車上 然後媽媽就在忙小朋友 那爸爸就發動運行對不對 這時候在地下室 最怕有CO2 就是二氧化它一直排放 這時候有Hybrid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說 小朋友在那邊都摸摸 吸摸摸的時候還沒上車 是 而且你們剛剛講到 小孩子可能有的上車 有的沒上車 對 這時候車上最重要 要有什麼功能 PVM 車輛環境系統是不是 對 講到PVM 我們是不是要幫大家試一下 等一下 我們就來找個地方來試試看 這種大車超過五米的大車 如果你要停 看女孩子 有這個也很輕鬆 但是這個是輔助的 其實還是你要左右兩邊 還是要看一下 但它可以很精準的 讓你停在停車格裡面 至於其他的部分 我們就回訪內繼續聊囉 OK 好 當作觀儀聽到 這一次全新大改款的Sienna 它搭載是2.5升Hybrid引擎 聽到它的重效馬力 可以到247匹 我就非常非常期待 結果一開之後 果然讓我沒有失望 而且其實它的整個的表現 行路的質感上面 你不會覺得 它是在開一台大車 這時候我們就非常好奇了 這一次全新的這個動力 加上它底盤上面 甚至在懸吊上面 它有經過重新的優化 對不對 潘朗老師 對 我們知道原來是3.5V6的 自然進氣引擎 其實以現在角度來看 那個當然要當Sizing 但是開起來 有沒有如同該灌影角 會不會引擎變小 變比較沒有力氣 其實我們這樣想 其實我實際上也開過這個車 那個起步的瞬間的感覺 我覺得還比之前3.5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只有一個 內燃機的時候 我常講說引擎有什麼甜蜜區 你再大排氣量 沒有進入甜蜜區之前 其實動力也不是很夠 那麼Toyota系統的油電 它就是說 它這個阿金聲式的 我代數的部分 我本來就已經剔除了 我不考慮它 所以我的甜蜜區的部分很廣 然後效率很高 前面的部分 我有馬達驅動 所以這一個2.5升的油電系統 其實至少在我覺得前段 後面整輸出 當然沒有以前3.5的那麼好 但是你一起步的時候 那個瞬間的力量 我覺得真的是優於之前的 這個3.5內燃機的引擎 這是這個油電的優勢 而且我們剛才提到了 油耗是之前3.5NA引擎的 大概接近兩倍的一個表現 對 非常非常的好 還有稅金 對啊 稅金大概 其實你算一年大概 燃料稅加燃料費一萬多塊 各方面都是優勢 這動力的部分 這應該沒有什麼好考慮的 再來就是底盤的部分 我們知道之前是扭力量的 那現在原廠說是雙A倍 我認為原廠客氣了 怎麼說呢 因為我看 我覺得它那個後潛掉 應該是兼具了雙A倍 跟多連桿的一個中和體 那我們知道雙A倍的話 主要就是對於側向的抵抗能力 比較好 我常跟各位報告 所以這個車基本上 當然這個車我們知道 不是去飆車幹什麼的 但是一條緊急情況的時候 我相信它的車身穩定性 對安全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呢 多連桿的性質 我們知道硬力會分散 所以為什麼這個車 從車子一移動那一瞬間 或者有這個路面彈跳坑洞 它的細膩度硬勢比較好 就是多連桿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動力上 以及後懸吊的這個升級 尤其剛才講後面第三排 因為多了這個雙A倍 跟多連桿的中和體之後 居然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這個真的都是一些工程技術的累積 那我們剛才看到的是旗艦版嘛 那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一看 薄金版到底有哪一些差異性 跟旗艦版呢 來 鄭傑帶著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從外觀也有一些小小的亮點 是跟剛才我們看到旗艦版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 對啊 其實你從字面上 薄金版嘛 是不是就感覺閃亮亮的感覺 對 感覺是奢華品的感覺 是的 所以大家在外觀上來講 它做的區隔呢 其實我們從很多閃亮亮的套件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 最明顯的地方呢 是在於水箱護罩 正面來講 它是最明顯的 它是有點呈現類似鐵灰色的 然後但是有帶銀粉的那種烤漆 對 對 是有那種烤漆的塗裝嘛 但剛剛的版本來講的話呢 它則是用素材的方式呈現 就是比較防刮的那種飾板 但是如果走到車側的話呢 更加明顯的那是二十吋的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好 待會兒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我覺得二十吋跟十七吋都各有 我覺得各有巧妙之處 因為十七吋有十七吋的好處嘛 那二十吋有二十吋的霸氣 而且它的外型上面是真的 我覺得有點亮 超布鈴的 比較布鈴的感覺 它整個是電鍍的設計 它用電鍍的材質 然後呈現出它這個二十吋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十七吋 這二十吋 差三吋好像沒有差很多 但是放到這個車上 你會覺得更大 視覺效果 對 視覺就更大了 沒錯 除此之外呢 要亮的話 還有鋼琴烤漆 對 不一樣 對不對 它這個車側 甚至連車尾的後方的那個分流器 它都是用鋼琴烤漆的材質去呈現 然後在車側呢 純粹是鋼琴烤漆的測取 在車尾呢 除了鋼琴烤漆以外 它還加上了一個物銀色 類金屬的一個裝點 瞭解 這個車看起來就更加 你們剛剛說後面那個Sienna的那個 治標會很有運動感 對 這是鍍鉻的 你喜歡豪華度比較有的話 你就可能會選擇薄筋板 是 喜歡運動化氛圍比較多的話 你可能就會選擇旗艦版本 是 只是說我覺得有二十吋 感覺就很運動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直上薄筋板 其實都滿運動的啦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連上面的行李箱的那個 車頂架 車頂架 也是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對 沒錯 它是比較素的 而它則採用比較布林的套件 來讓它呈現 然後 差別當然不會這麼小 因為有一定的架差嘛 我們先從後面 這種NPP最重要的第二排 跟第三排空間看起來 好 它一樣是有這個嘛 對 腳踢式的感應的電動尾門 對 對 要確實的動作才有辦法 沒錯 關於要不要上去試試看 好的 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你坐下去 你應該就會感覺出 差在哪裡了吧 如果還感覺不出來 我幫你拉一下 第一個 是 我覺得它的好像皮質不太一樣 是吧 是的 其實它跟它的皮革是不一樣 它是走比較溫馨舒適的皮革 這個有透氣打孔的感覺 有 有 有 對 就是透氣打孔 所以比較舒適 或者說 也不是說比較舒適 應該是說整體的設計出來 這台車感覺好像更年輕 對對對 我覺得反而更年輕 那你說還有哪一個地方 我要拉就是這個機關 有沒有感覺 腿靠 是 打鼠幫你 在這裡 在這裡 來 我稍微往 就是這個地方喔 是 這個就是腿靠 原來是在這裡 那我先往後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 整體往後的話 你就會更舒服 對 然後 這其實我覺得 它腿靠可以到 等一下 可以到 平的 對 對 對 所以就有點像是 床鋪的概念 這種MPP 我覺得因為它有大空間 哇 真的太酷了 這個設計 我覺得非常 我會非常看重 除此之外 你除了可以這樣舒適的做的 你當然就可以好好的看電視 沒錯 你的頭頂上 有一個11.6吋的西頂式的螢幕 這個是11.6吋 是 而且它很厲害的地方 它可以用HDMI 甚至它用Wi-Fi來連你的手機 也就是你要看手機上的YouTube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影音軟體 Netflix可以直接上的東西 對 都可以直接在那邊看 而且呢 這台車還配有JBL的環廠音效的設計 還有JBL 不只是薄金版有 其實全車系都有的 這也讓你不只看電視 呈現出來的那個聲光效果也會更好 所以剛才旗艦版也有JBL的地方 其實是全車系也有的 了解了解 是的 好 這些就是薄金版跟旗艦版不同 是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前座的地方 應該還有蠻多的 亮點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前座 薄金版跟旗艦版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剛剛就有示範到了 哪裡 車子呢 坐進來的時候 因為它有電動調整的方向盤跟座椅 它會連動 也就是說呢 你下車的時候呢 它可能是比較接近的狀態 上車它就恢復到你乘坐的姿勢 讓你方便上下車 是的 而且感覺備受尊榮 這個很重要 除此之外呢 備受尊榮還有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飾板跟你剛剛看的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不太一樣 這個質感我覺得又好很多耶 對 這個是呈現出一個 類金屬的一個質感 你就是要豪華 你就可以選這種 薄金嘛 剛剛講的 它就是薄金 所以就特別有這個感覺 連這個木紋飾板都不太一樣耶 這個是有點類似木紋 但是其實它不是木頭 它是用一個條紋的方式 但是它呈現出來是一個平面 對 剛剛那個是有一點點立體的線條 然後比較像金屬飾板的感覺 有點像銅還是什麼的感覺 但這個呢 則是呈現一個比較像油艇的 上面甲板的那個木質的感覺 但不是木頭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設計 除此之外呢 以我坐在駕駛座來講呢 我會看得到的就是 前面會增加了一個10吋的HUD 抬頭顯示器 可以顯示很多的駕駛資訊 還有你需要的一些 像是TSS的作動 這些的東西 剛剛有講到嘛 畢竟它是有全數域的ACC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HUD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還有這個座椅 其實它有加熱還有通風 剛剛只有加熱 現在還加上通風 是的 而且你要通風的話 我們還看到我們頭上 是不是有一個大天窗 你喜歡天窗的話 更通風了 對不對 瞭解 所以喜歡天窗一定要選擇